疫情升温确诊者跟居隔者是越来越多了 花莲线19号启动药师送药服务 不过偏乡地区医疗困难 加上土地狭长行都增加送药的难度 有药师从市区跑到偏乡送了五件药 晚上10点出发半夜才回到家 希望民众可以及时拿到药品 花莲地形狭长新镇居家照护启动 药师成了外送员 一介绍任务药师马上骑着摩托车外送 指挥中心启动轻震居家照护 药师瞬间成了外送员 跟他讲说我送药过来了 请他不要吃 直接就在里面等我就好了 那里面我有一个一个的包装跟说明 那你等一下拿到之后 请你再看一下然后点收一下 然后在电话中我可以先跟你说明 这些药是怎么吃 晚上10点出发送五份药 到半夜两点才回到家 也是因为药师希望 能够及时让民众拿到药物 送北区的我送到崇德去 那从花莲市到崇德的时间 大概开车也差不多20分钟以上 因为我有几张单子都是秀林香的 都是我们的偏乡 大概送了几份 秀林香的部分送了五个地方 26家够吗 260家都不够何况26家 但是我们是尽力啦 大部分的民众也觉得药师送药 染疫的机会大 况且花莲偏乡路途遥远 光送一户就得开车20分钟 让药师大喊人力真的吃不消 药师也提醒民众 平常要准备解热止痛 止鼻水 止渴化痰的药物 对于无症状或轻症的患者 可以透过远端 和医师进行线上看诊 确诊者可以请家人领药 只需要付挂号费 记者林杰 华丁市采访报道